政府发放11亿令级作为 勤处业者鸡蛋和肉鸡的津贴 不过行动党古来区国会议员张念群就揭露 业者至今还没有收到6月份的津贴 导致资金周转不灵 张念群就质问贸销部 这笔钱到底去了哪里 今天已经7月31号 有什么理由6月的津贴到现在 还不能够发放给我们的这些勤处业者 这笔津贴到底去了哪里 不要只是在国会里面 给我们漂漂亮亮的数字 讲说为了人民准备了多少的津贴 几亿几亿的津贴 为了稳定价格 又准备了几十亿几十亿的津贴 可是到最后 这些津贴只存在在 只存在在国会的这个问答里面 或者是纸书面上 可是我们的人民并没有真正的收费 而且是特别是勤出业者并没有收费 张念群今天在柔佛谷来出席 咖啡店论坛之后召开记者会指出 国内鸡蛋日产大约三千万颗 勤出业者一个月可以获得 四千五百万令吉的津贴 而肉鸡则是一个月一亿五千万令吉 但是贸销部发放津贴的速度 非常不专业 也不合理 如果不严正看待 尽快发放津贴 市场的鸡蛋和肉鸡恐怕会在短缺 张念群也透露 鸡蛋的津贴一直在缩水 二月到六月每颗津贴五千 但是七月八月却减少三千 这会导致鸡蛋的售价比生产价还要低 而且F级以下的鸡蛋都没有津贴 变相的剥削勤处业者的利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